字幕提供 Hello 大家好 我是悟星 歡迎回來收看我們的模組生成 我們上一集做出了這個 Thunkrat 或者是Chromaticrat 或者是Thunkrat的一個特殊的項鍊 成功的清除我們积蓄已久的 這個扭曲子 我彷彿就像是一個 大病出獄的人 終於可以重新過這 健康的人生了 現在要發表 抗癌成功的概念 出一本新書 介紹大家這個保健產品 我都吃什麽東西就會好哦 再提醒大家不要悟性偏方 正確的飲食跟運動才是解放 最近的話 因為在看一些跟偽科學有關的一些文章 就會發現 很多這種保健食品都是騙人的 好啦就車遠了 這個我們上一集就做出這個項鍊 然後Thunkrat的扭曲子就清掉了 大家搞這麽多是為了要做什麽 1.6.4 某組生存也有蓋過一個差不多的東西 那我現在也想要來回味一下就蓋一個 差不多一模一樣的東西吧 只是呢 那在旁邊我多蓋一個平台給方塊人偶棍當中 我陸續發現我們原本蓋的這個 Chromaticrat的十六色靈場 有一些嚴重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主要還是產生自Chromaticrat本身 因為它預設的話這些顏料素它會抓取這個模組包當中 所有其它模組可以用的樹通通拉進來用 也就是你如果裝的臥光森林就會生復光森林的樹 裝的Natura就有Natura樹 裝的B.O.P就有B.O.P的樹 包含像Thunkrat或者是 一些奇奇怪怪亂七八糟的樹通通都會拉進來 可是不是每一個模組的樹都那麼的乖巧 就直直的生給你看 有些模組的樹非常的有個性 像是有些木光森林的樹 它就會不小心長成超級大樹 像是我目前有看過黑森林那個覆蓋樹 還有那種經典的會長出樹根的木光森林的樹 都長出過 還有像三塊的銀白大樹也長出過 甚至一些我也不知道什麼模組的樹也長出過 那為什麼我會看到它 因為是它當它長出來的時候 它會不正常的生長 然後就會脫離我們這個CORMATIFY的控制 它沒有辦法正常的被巨木機給砍乾淨 甚至最慘的是它直接 把我們原本的地板 我們的泥土 甚至旁邊的機器通通擠掉了 我就有看過就是 像那個三塊的銀白樹 各位都知道它很大一顆嘛 所以它就吃掉了我的巨木機 我的齒輪加甚至我這個 這個CORMATIFY通通都被吃掉了 然後連下面的一大堆東西都被吃掉了 導致我要自己重放 然後就在剛剛又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某一個應該是莫光森林的樹吧 它長出來之後又把大堆A2的電信給擠掉了 它這一擠掉之後 很多interface就斷線 斷線之後東西都吸不起來 然後就一大堆掉落物 所以我覺得放任將它亂長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對伺服器不健康 所以我就最終決定做一件事情 就是取消讓它隨便抓取模組數的能力 其實很簡單的就去Config設定檔 找到就是有個叫Generate Log 你把所有其它模組的設定通通關掉就好 那我只保留了原版Minecraft的木頭 所以可以看到這邊 就是橡木、山木、香絲木、叢林木、畫木 就只有這幾種而已 不會有其它的 原版的樹是最安全、最健康的 那基本上我們以後要蓋房子 用建材、用木材 也都只會用原版的木材比較多啦 不太可能會用摩土耳木材 所以其實這樣就很符合我的需求 而且也比較不會出一些奇怪的問題 那除了剛剛說的問題 我還遇到一個很奇葩的狀況 就是它們不知道為什麽會彼此交換樹苗 比如說現在這個地方長的是Nila 這個是Zambara 然後有時候它會變成這個是Zambara 這個是Nila 就會亂交換 不曉得是為什麽 也有可能是之前因為不正常生長大樹 它的樹葉會互相貫穿 然後下面的巨木機在砍的時候 也許它誤認了 誤認以為是隔壁的樹 所以它就亂抓那個樹 但現在的話這個每一棵樹長的Size 就不會再超出它的範圍了 所以理論上應該就不會再有問題了吧 但是我們還是要實際再觀察個一兩個禮拜 才知道它到底會不會有其他的新問題 好啦,所以我們今天就可以來蓋這個方塊人偶的樹啦 自從我們清掉了方塊的污染扭曲之後 我們就再也不用擔心那些奇怪的東西跑出來啦 我們就直接在我這個 之前就已經新建立好的方塊小基地 來研究看看 那既然要蓋方塊人偶的林場 首先的話當然就是要有方塊的人偶啦 那方塊的人偶的話 就是原版有提供這幾種 還有一些升級 跟這個裝備 再來你也可以把它升級成這個 進階人偶 讓它擁有更高的能力 但是呢,其他模組 有一些也有提供模組的人偶 像我目前唯一比較知道的大概就是這個 Gattlemency 它有提供你一個銀白樹人偶 很聰明 因為原版沒有提供銀白樹人偶 所以它就加了一個銀白樹人偶 然後它的特色是擁有比較多的升級插槽 而且它的速度其實也是蠻快的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CP值算蠻高的 雖然它的exability是high 但我們現在應該能輕鬆地掌握這個exability 我們只需要注意它的一些材料就好了 所以我們要 怎麼湊這個人偶啊 我們要蓋人偶林場的話需要滿足幾個條件 第一個就是一定要有砍樹的人偶嘛 第二個就是要有種樹苗的人偶 這也沒什麼問題 第三個就是要有收集掉落物的人偶 所以我們最少會需要三種不同的人偶 那我們砍樹的人偶理論上只要一隻就夠了 因為如果你砍太快的話其實後方 要種樹苗跟收集掉落會趕不及 所以砍樹的一隻就夠了 那種樹苗的話理論上一隻也夠 只是如果你種的樹的品種比較多 如果你不是只種一種的話 人偶可能會手忙腳亂 可能就是一個人偶針對一個品種的樹苗會比較好掌控吧 再來最後一個就是收集掉落物的人偶 這個就比較麻煩了 因為大部分情況下 我們的人偶都趕不上那個掉落物 這個砍樹的速度啊 即便你放了一大堆回收人偶可能都來不及 所以其實用方塊人偶來回收掉落物 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理想狀況還是要 依靠其他模組來收集掉落物啊 但沒關係我們先把前方的兩種人偶先做一做 那砍樹人偶的話最重要就是它的強度要夠 就是它要Strange要高 這樣它砍樹的速度才會比較快 那一般來講我們應該都是直接 用這個Thomian的 Thomian擁有最高的強壯程度 然後它本身的Durability也比較高 這個是比較沒有什麼影響啊 但它的移動速度沒有那麼慢 而且升級插槽也比較多 所以它會比鐵製的還要好 基本上我們就是做這個Thomian製的就行了 那我們家裏面有Thomian硬碟 有24個 所以我們就做個一隻出來 話說回來我這邊沒有放那個 抵消裝備 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做太高級的法杖 所以還是需要穿裝備 只是我們家裏的那個抵消裝備 我也不想要把它拿過來 可以考慮看看 好累個 其實我可以直接穿這個 對,我的那個裝備我是把它放哪裏 這個 Fortress Armor 我是把它放在哪裏啊 我有點忘記了 這個是Void嗎 Void它本身有V-Discard的 然後這個本身沒有 我要回想一下我的 要放在那邊是不是 我應該是放在門口的地方 對不對 然後這個 非常昂貴的裝備 本身也有提供一些V-Discard 大概5%5%5%總共15% 其實這樣的話 直接穿Void裝是不是就好 5%5%5% 這個鞋子沒有%所以是15% 那這個原本呢 5%4%3%2% 所以其實這個裝備比較好 好 走路速好快 因為它這個有那個 旅行者之需 那雖然它這個會增加你的Warp值 但是因為我們之前Warp都已經清空了 所以應該不用太擔心會有 太多扭曲跑出來 就直接這樣子就可以替換 好啦 所以我們 它這個法杖沒有補滿 這個好像是拿快捷才會自己補充 好啦 總而言之 我們這邊自動煉金台也做出來了 所以我們不需要再依靠傳統的幹活 然後這邊也連接了AE2了 所以AE2裡面都有這個 這個要素 所以它合成出來的 就會直接丟進我們的interface 完全AE化 有沒有很方便 隨便來叫出我的勾輪 哦 哇 丟出來了 然後呢 你把它放在這個地上 就可以召喚它 只是呢 我們都知道 Thuncraft的人偶 它有分成好幾種不同的部件 人偶只是它的軀殼 你必須要給它核心才可以賦予它生命力或給它功能 這些核心就是這些東西啦 每一個核心都會指定它一個工作給它 但是 這個人偶的話還需要搭配一個特殊的鈴鐺 你才可以妥善的操控它 或者回收它 只是這個鈴鐺又要很小心 因為就我過去所知 我們的鈴鐺 被沒有一個該死的模組給影響 好像是Thummy Horizon吧 Thummy Horizon已產生了一個鈴鐺 但是它會導致原版的鈴鐺crash 所以 反正你不能用原版合成鈴鐺的方式 會導致你遊戲惡性crash 所以後來就加了 我應該是用自訂配方 然後自己手動加了這個配方 好吧 還是crash 機車 不過還好 沒有crash 只是合成的那一刻你會被踢出是不行 但是這個 鈴鐺本身是可以用的 所以要注意是如果你有裝Thummy Horizon的話 你合成原版的 就是你用 方塊的合成桌 合成這個鈴鐺會crash 而且是 是真的玩得完全crash 甚至身上如果有的鈴鐺也會crash 那你要自己想辦法 伸出另外一個正常鈴鐺 不只是像我一樣 只是用自訂合成配方 雖然在合成的時候可能會crash 但是至少你會合成 然後就可以拿它 點左鍵就可以把它拿起來 或者是 點右鍵就可以 將它指定在某些特殊的點上 但是因為它現在沒有核心 所以它沒有任何功能 好吧我們接下來開始做核心 先來做坎樹核心好了 坎樹核心在這邊它就是拿 Pervis收成普通王座的核心在身體上去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真的在玩方塊了 然後進行各種一連串的合成 那首先我要這個Animation War Animation War 再回憶一下我們的方塊有沒有 然後就記得換上衣服 然後 多做幾個核心好了 Nighter不夠 GCR來先把它取消 我們這邊就可以選擇你要哪一種核心 你知道收獲的核心 完成 完成 那我們也可以順便來做其他的核心 像是這個 Gather 這個是回收 就是撿物品的核心 然後 種樹鳥的話 理論上我們應該是用Use吧 使用的核心 這顆耶 這是這個鏈金核心 對 使用的核心是要升級上去的 它用的是Empty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模組的核心 Vision Sorting Butcher 有個Break 看起來這是挖礦物 這個是Bodyguard 這個 是Guardmancy 我有看過 它其實還蠻有趣的 它有點像 女僕 你的或者是 你的小狗狗 呵呵 一樣跟在你身邊來保護你 所以我是有點興趣啦 但我們先把臨場給搞定再說 好 誒 剛剛的核心 在這邊 Empty Gather 跟Harvest 好 那先做砍樹的 砍樹的話它會需要三把頭 X X 不曉得附膜的行不行 應該行吧 這個也行 可是我們做一把新的吧 我不曉得 它要直接拿這個去核心 它要上面的X 上面的X 上面 你給在哪一個 X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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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啊還是要這個那個這個那個好 很麻煩 Water Dine XDX 好久沒玩三塊啦 突然覺得原來 玩三塊是一個這麼麻煩的事情 GREAG 因為它沒有辦法像我們的 XDX CORMATICR一樣 你合成過一次之後 接下來就不用在自己手動放手藥了 這個很懷念很方便啊 那 嗯 這個Vlog 這個鑽石 然後它需要什麼原作 我們應該理論上都有吧 Water Uber 這個沒有的話就太扯了 然後我這個居然沒有 眼鏡的東西 應該沒關係 期待我們這個異世界要什麼東西都有 唯一的缺點就是沒有辦法用那個 Chromatic 款式的方法快速製造這些原作 連這個異世界沒有辦法接Lumen 有點可惜 所以缺點說還是要回去主世界收集一下 我怕收回來我應該得用加速吧 所以我應該要回去把我的加速球球拿回來 還是我放在系統 Accelerator 對耶我把它放在系統耶 太好了 加速大發啟動了 然後掃描一下 如果可以掃描的話 好 呃 呃 奔流斧 跟三把 斧通 斧頭 對 然後 中間要放收獲核心 然後就 GO 它應該會加快合成速度 只可惜我現在看不到 好 在吸東西嗎 噓 還真的是少了 不太可以藥術啊 好吧 好吧 趕緊回去用Chromatic塊 大量製造一番 那個 那個東西 那個叫什麽東西 來著 有點忘記它的名字 Metal 這打個M M M 很M 快點 大量合成 吧 那我再合成 咧 呃 我看不到 因為它需要的 光能比較多 它不會是還在 它還在收集 然後等它收集滿 它才會合成 它真的消耗很多的這個顏色 等它灌滿了 它才會開始合成 所以這個 Essentia 很貴 大概吧 就是越高級的Essentia 就需要消耗越多的光 不是那麽的划算 但是呢 所以代表這個Metal的要素的話 沒有辦法自己 應該就是用那個 怎麼講 鋤頭啦 好啦 經過一番折騰 我總算把這個 砍速核心給完成了 所以 砍速核心有了 它就可以砍速了 所以 還是先來做個使用核心好了 有使用才可以種樹 好 都有了 希望這些藥素也有 那我們 這次應該就可以加速了 剛剛是因為缺藥素才那麽慢 你看 瞬間就完成了 所以當你東西都有的話 一下就完成了 所以 這個有了 Gather其實也有了 這樣的話我們還是會需要幾個人偶 種樹的話 主要就是速度要快 然後它不用攜帶很多東西 那速度最快的 當然就是我們的稻草 稻草人人偶 但是其他其實也有速度很快 對阿 就像我們的銀白樹人偶 剛剛提到的銀白樹人偶 它速度也是算快的 而且它可以塞比較多的升級 所以這個可能就交給銀白樹人偶 然後要收集物品的話 收集物品就比較 比較尷尬 你要速度快也行 但你也可以選擇速度沒那麽快 但是它可以一次攜帶多一點 那我可能就要選擇速度快吧 所以我們都先用銀白樹人偶試試看 好,我們來合成這個銀白樹人偶 剛剛先試著合成一個試試看 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就來再合成一個 那這個的話經過加速之後 速度真的是非常快 然後它很快的吸光所有元素之後呢 物品一下進來就合成完成了 一下就完善了 所以我們人偶都先弄好了 接下來 這個林場我們要來 種什麽樹啊 這個是個大災問 因為原版的樹其實我不缺嘛 模組的樹其實我們也 到底要種什麽樹你也不曉得 所以我看看 我們現階段的 木頭的話 木頭的話 OAK 直接打Log No 打Wood就很多 經過剛剛林場 之前林場的洗禮之後 其實我們有很多模組的木頭 那我們就算是Thuncraft 自己的木頭也很多 不取 什麽啥都不取 所以還是就直接種最經典的橡木就好了 甚麽麻煩 而且還可以收集一些蘋果 蓋這麽大一個品 還只是為了要跟對面 對稱 不然實際上它根本不需要 這麽大的品 沒辦法 就是為了要對稱 它的正中間在哪 應該是正中間 好 好 如果蓋這麽多木材 我只擔心會不會被我的人偶給弄爆 不曉得 試試看就知道 正中間就是來種 橡木樹苗 那我們要出動 我的人偶來砍樹 但是 人偶不能距離樹 通常是不要距離太近 免得它在Standby的時候被突然長大的樹給打到 就會扣血 雖然人偶它本身是有自己回血的方式 但我們還是不要擺那麽近 放這邊就好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給它這個 升級 它就復活啦 抬起它的小頭兒 話說回來我們之前就有玩過 人偶了 應該說這個系列 之前不是拿來種虛空種子嗎 所以我們應該不用 花這麽多時間在解釋東西 所以我們應該要直接進入下一個階段 我要把它升級一下 剛做得出來 所以人偶除了這些東西之外 它還可以再升級 可以做這個 Advanced人偶 所以我又要再開始合成一些東西 好啦,先來這個 這個方面人偶 我要 螢光粉 Jar跟紅石 集 一下我就完成到多了一個腦袋的人偶 然後我開始一直多出了這些扭曲性 雖然即便我現在扭曲子 應該是很低才對啊 但它還是一直跳出來 但這些都是輕微的扭曲啦 沒有對我造成任何影響 蘋果有放對嗎 有 但是這個不鳥我 意思說 這個銀白人偶沒有辦法升級嗎 他不能升級成進階人偶 對,好像真的沒辦法 這樣好像還蠻蠢的 可是這個我主做了一個新人偶 然後卻忘記給他支援升級成進階人偶 不過沒關係啦 反正我們主要是這個 人偶你看他多了三個洞洞 然後又多了一個腦袋 因為你把一個僵屍的腦袋 裝在這個人偶身上 你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主意 事實上的確是一個很好的主意 我只要加上一個 他的眼睛就會 紅起來 亮起來 除此之外 你可以給他加上一些衣裝跟升級 衣裝的部分的話 必備的就是給他眼鏡 讓他看得更遠一點 然後給他一個領帶 領帶的話 領帶是剛剛讓幹什麼 反正也是有好處啦 跟他相對的是下面這三個 這個是比較讓他 近戰相 攻擊性的 基本上我們要做的就是上面這兩個 然後帽子的話有一個是 回復傷害比較快 一個是讓他增加 這個 血量的 我還給他高帽好了 高帽眼鏡跟衣袋 抱歉啦 我這樣子一直來來去去 弄得大家很亂 我們一次把東西先準備好 我們在這邊放個箱子 一定不要放這麼遠 就放近一點吧 這個箱子這邊 砍樹的人偶放近一點兒 然後砍樹人偶要給他帽子 給他眼鏡 再給他一個領帶 看起來非常的Gentleman 然後呢我們給他三個Earth 這個Earth的話是給予他強壯子 只是 對某些人偶來講是增加傷害嘛 有些人偶是可以增加他攜帶的 數量 攜帶物品數量 或者是增加他這個 砍植物的速度 如果他是收成農作的話 我們給他1,2,3 最多只能2個 好吧 所以一個人我最多只能塞2個升級 那我們第三個之後再看看要塞什麼 那這種情況下他應該就可以很快的達到我們的要求 就砍樹啦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先試試看 我們來給他撒個骨粉 都一直忘記我們有血魔法撒骨粉大法 長大了 然後看他多快可以衝過去 砍他 如果他知道自己的工作是什麼東西的話 當然因為三塊的人偶他有一個內控機制 他不會那麽即時的反應這些人偶 不然的話 不然的話遊戲會很lag 但這個反應實在真的有點久 不過因為他是三塊的人偶 所以他砍掉的樹會有比較快的Decay速度 相較於原版 就像你用奔流谷砍樹一樣 所以 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我在想我是不是有磁鐵效果 我怎麼一直在吸東西 所以就是砍樹的人偶 砍的有點慢 那再來的話就是 做出一個可以幫我們種樹的人偶了 我們拿著這個人偶對著這個箱子點右鍵 就可以把這個人偶 綁定在這個箱子上 這時候你再給他指定一個核心 然後他就會 可以 試著拿這個箱子裡面的東西做某些事情 那這時候呢 我們可以點右鍵可以打開一個GUI 他會告訴你說你可以指定一個東西 讓他你要使用什麽東西 那我們主要就是 你可以設定他是要點在空氣當中還是放塊上 直接按右鍵然後是不是要蹲下 那剛好我們要的都是這三個預測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呢他應該 會拿 箱子你的樹苗才對 可能要把它拿起來再重放一次 然後呢對著他這個地板 點右鍵 他一次只會拿一個而且還把它放回去 這麽優秀 不過我真的覺得這個人偶反應速度很慢 不知道是不是被旁邊的臨場給拖慢 那我要給他升級是 速度的升級 麻煩請給我快一點 最多也是只能塞兩個 那第三隻人偶 就是我們的回收物品的人偶啦 我們把它放在這旁邊 給它Gather 對 一樣給他們帶帽子 眼鏡 跟臉帶 然後我要給這個 剪 物品人偶兩個 2 這個就是讓他可以攜帶比較多的東西 然後再給他一個air 讓他攪成快一點 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 只有他塞門而已 我們可以來試試看總體而言 這樣子行不行 長大了 長大了還是要先等那個人偶去砍速 不然沒有用 哈囉 人偶兄 你可不可以速度快一點啊 有了 我全部都洗到我身上 我的 磁鐵先關掉 好東西掉在地上了 他去撿起來 丟回去 撿下來 丟回去 撿下來 丟回去 真的還蠻慢的 air 再給它一個 都長大了 砍掉了 撿起來丟回去 撿下來 丟回去 另外一個 種樹的呢 種樹的先生 有了 種下去了 有一個蘋果在上面 我來看一下我們的 是不是是種的 目前 27其實還好啦 我覺得這些人偶速度 有點偏慢 如果是在 遊戲初期你就玩人偶的話 效果會比較好 但現在已經進入中後期了 當你東西越來越多 這個人偶 呈現出來效果就不盡理一下 不過我們現在可以再加一個東西 生長 加速 做的Servator 我有點想直接A一個過去用 嘿 咦 怎麼點到它 不要點了 然後就會被吸回我的系統 來 為了病年 不要這麼慢的問題 你生長加速一下 好 雖然長得很快 可是我的人偶仍然很慢 加油 人偶啊 快點回神啊 好 當然啦 我覺得它的核心精神是 自動化 雖然你這樣看起來 絕對比不上一些工業化的 或魔法化的種樹方法 但它至少可以解放你的玩家 讓你不用去煩惱林場啊 農場啊 一些人偶會幫你完成這些事情 即便可能不是那麼高效的 但 它可以完成 有個新問題 如果樹長太快的話 會一直有掉 我們的人偶就會很笨 一直想去撿一些 沒有掉下來的東西 沒關係啦 就放著讓它這樣子 玩耍 我過個十天半個月再回來 看看這些人偶是不是還在這邊 有沒有 突然掉到虛空或消失之類的 啊好吧 我們今天這集就先到這邊結束 好啦 看看我身上穿這個衣服 現代迷彩服搭配這個奇怪的武士盔甲裙子 今天還是我們玩了Thuncraft的人偶系統 其實前半部主要都是在準備材料的部分 那當然人偶的效果不盡理想 可是呢 這個比望是我們最初在玩1.6.4的時候 第一個蓋出來的自動化林場 它的價值就是在於自動化 高不高效率那是其次的問題 欸 但接下來的話我們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跟人有關的可以玩的 就是 稍早之前我們提到的附加國族 有一個bodyguard 就是 類似養一隻小狼兒在你身邊 然後它會跟著你到處亂跑 bodyguard模式 然後 我不曉得核心在哪裡 在這邊 對 那我們下一集的話可以來試試看 就是做一隻壯壯人偶跟著你身邊 看看這個人偶能夠造成多少的效果或傷害 我們今天就先到這邊結束啦 感謝大家的收看 就下一集再來試試看人偶囉 各位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